你最近好吗 你好 汪川秋水翻译社 请问信小秋小姐在吗 小秋姐她不在 她住院了 住院 什么病啊 未出血 住了两个星期了吧 好像明天又出院了 哪个医院 人民医院 请问你是 姐 中午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送 不了 中午得去趟翻译社 在医院的时候 你又不让我碰电脑 不是 你这刚出院就想上班啊 咱自己是老板 你就不能放几天假啊 当然不行啊 对了 蜜亚没有帮我忘了胃吧 饿到我也不会饿到她 你就放心吧 臭小 这位是好听的 小秋 马上要过去日落 给你寄的巧克力 你收到了吗 希望你喜欢 小秋 小秋 你在家吗 小秋 半夜了 还没回家 小秋 你出餐了 为什么一连三天 没有人接电话 就把我摆起来 你不要回家 莫娜 就ала了 一路 我要走 看 墨岔 用车 出院第一天 这么加班拼命啊 出院这些天事情都堆一块了 问一下啊 我们要不要买一辆公车啊 好啊 那买辆什么呢 我觉得要不要买一辆小面包 反正得买辆经济型的 对不对 不是吧 小秋姐 怎么也得买辆好点的吧 好 你说我们翻译社 出去见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吧 规格上有匹配啊 买好车你以为我很扣啊 今年呢多赚点钱 明年一定许你买好车 对了 昨天有人打电话给你 打到你办公室了 我告诉他你住院了 是谁啊 不知道 话没收完就挂了 肯定是客户了 没关系 有事情的话他会再打 对不对 有点好 我给你玩的 我给你玩的 还有一个人 有点好 你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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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不想做 我看你 你不想做 我看你 你不想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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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雯跟我说你病了 我去了医院 医生送你出院了 打听到你的柱子就过来了 很冒贝吧 没想到你已经有孩子了 你结婚了吗 你有告诉静雯吗 还是静雯没有告诉我 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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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雅你还记得我吗 咪雅 咪雅 咪雅